煉藕是南沙區特色農產品之一 現在正是煉藕開採的時候 南沙各處的河堂都可以見到有藕農 落水採採鮮藕的場景 下面跟著我們鏡頭一起看一下 李林在南沙的採藕技 在南沙,當地人喜歡把滑藕叫做挖藕 當地種藕的規模不大 房前屋後幾畝水塘 都被藕龍兼鳳插針拿來種藕 提借家種了幾十年藕 牠們種的珍珠藕屬於早熟藕 可以在大陸份藕藕成熟之前錯峰上市 大家看到我身後的這片河糖 河葉已經是完全枯毀了 說明藕藕已經進入到澱粉的累積期 溫差比較大,澱粉會累積得更快 粉藕就是這樣 初中進補食藕藕是最好的 食藕藕,藕藕是三 健脾和胃 藕好吃,但藕藕難滑 為了保證藕節的完整 採藕依然要靠工資 去藕堂中滑掘收集 蓮藕生長的位置大概在水下40厘米 藕籠要拿著高壓水槍 對準目標用水柱猛沖 讓淤泥鬆散開尼 運動藕味之後 順著藕身摸下去,將蓮藕蒙出來 畫蓮藕考驗的是體力 依靠的是技巧 熟手的藕龍半分鐘就可以畫出蓮藕 從七月到冬至之後 契姐和弟弟洪哥會一直在河堂裡忙碌 他們每天都要出貨三、四千斤 十點過後,大部分藕龍都會下班 但熟哥和自家藕龍依然頂著烈日 爭分奪廟地搶收 河童裡飄滿著新鮮的蓮藕 暗暗畫出來的蓮藕 通常煮藕節會分生出兩到四個子藕 較大的子藕又可以分生酸藕 午飯後,剛剛畫完藕 藕龍又要看著材藕了 這個藕這麼小的 材藕會變成大藕 大藕,小的藕又不得逃 大藕又不得逃 那就是材藕 藕龍拉著小船在水裡行走 一變麻利地為蓮藕斬去當魚的分支 並快速歸雷 即使下起了大雨 河堂裡的藕龍依然緊張地工作 替謝說,今年的蓮藕田投價兩元 身邊很多牛龍都在試水直播大貨 老一輩的牛龍也希望學習新技能 在屏幕之前推廣家鄉的特色產品 令更多人知道又便宜又漂亮的藍沙牛 廣州電視記者李琳報道 嗨 角風 啷